各位空中的佛光人大家吉祥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大师的佛法正义 那第一题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师曾经说过 不管树木花草或山河大地 或是一切宇宙万物 其实都是从我们自信演化而来 这个自信演化大师就举为世的三界为新 跟万法为世 来说明在外面的境界 都是随着我们的心事而转变 那这个心事或者是自信演化而来 其实讲的不是很神奇的现象 我们念头想一下汽水咖啡就出现 他讲的心事而来是 这些外在的万物经过我们的心事 才会跟我们的生命产生关联跟意义 这个怎么来解释 各位从家里到道场的这个路上 我们的六根其实不断的在接收 车子外面的讯息 可是你跟驾驶或副驾驶 或车上其他人在聊天的时候 到了道场之后 忽然有一位师姐跟你说 你刚在路上有看到那个某某师姐吗 你突然会意识到说 没有啊 我没有看到他 那这个时候你就跟他讲说 哎呀他刚刚在路上一直跟你打招呼啊 你都没看到 你有没有看到你眼睛六根 其实有接触到这些影像 但是你的意识啊 你的那个识呢 其实并没有把它分辨出来 没有把它着意之后呢 加以定义 所以你的脑子里面呢 就没有这个印象 你曾经看过 这一个师姐的存在 所以我们这个意识呢 跟外界一定要产生 这一个心事的作用啊 才会跟我们的生命 产生关系跟连结 那师父强调的是 自信演化而来 这个自信呢很有趣 我们常讲自信 其实就是佛信 师父直接的强调 这一个让我们分别造作执着的心事 其实跟自信是一样的 也就是这个心事呢 可以让你上天堂 也可以让你下地狱 我记得有一次 我那个时候还在杜建院的时候呢 佛工会来到山上 办了一个教师生命的研习营 那当时有一位黄老师呢 他的妈妈 在山上活动的过程当中 失踪了 一直到了晚上都没出现 所以他就在晚上12点多的时候 跑来杜建院 来寻求帮助 那个时候我正要回到疗坊去休息 接到了这一个讯息之后 其实心里也很着急啊 这么晚了 黄妈妈没有回到宿舍那怎么办 于是我就开着电动车 在全山到处呢 寻找这个黄妈妈 找了一片之后呢 已经一点了 那个时候呢 我就把车开回去杜建院 这个黄老师就问我说 师父没有其他地方了吗 我心里犹豫了一下 然后就跟他说 有还有一个地方 有可能黄妈妈躲在那边 他就说哪里 我就说万寿园 那个时候已经晚上一点多啊 我为什么没有直接去万寿园 而是直接开到杜建院停电动车 就是因为一来我觉得应该不会在那里 二来哇那边是墓园啊 这么晚去到那边 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惊悚的故事发生 这个黄老师就说 师父那我们去找 我们去那边找我妈妈好了 我只好把车啊 就开到万寿园的那个方向去 在路上呢 我就不断给自己一个心理建设 我是一个法师 我呢 必须在这个时候啊 展现出勇气 然后替这个信徒呢 解决他们的困难 所以经过这样子的一个心理建设啊 你看我耳朵听到这一个现象 然后在做了这样子心事的反应之后 我给自己重新对于这件事情 有了新的定义就是 我必须要有勇气的去解决信徒的问题 到了那边去之后啊 我就把手电筒开着啊 就开始往前走 就一个墓园一个墓园一直找啊 看看会不会躲在这个塔的后面啊 黄妈妈黄妈妈就这样一路找 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呢 我本来还勇气十足的 想要解决信徒的问题 怎么觉得忽然背脊一梁啊 觉得有点不太对劲 我停了下来之后 我转身一看 天啊 一车三个人 黄妈妈黄老师跟他的朋友 完全都站在电动车旁边 没有跟着我走过来 我忽然之间啊 觉得所有的恐惧啊涌上心头 然后我就隔着很远的距离 问他们说 你们怎么没有来啊 结果那个信徒还很天真的跟我说 师傅因为我们怕黑啊 天啊你怕黑啊我不怕黑 让我一个人在墓园的正中央 所以后来我骑虎南下 进退两难 我那个时候我应该要赶快回来 还是继续再往前走 我就说好吧 那我就一个人再继续往前 再继续找啊 我就往前走了几步之后 我就回过头来再跟他们讲说 我感觉好像你妈妈不会在这边 结果那个信徒就回答说 对啊师傅 好像不会在这边 我们回去好了 我听到这一句话 心里好像一颗石头放在地上 我们就回到都监院去了 后来呢 我在回疗访的过程当中啊 我心里一直在想 前半段路呢 我勇气十足 在那个幽黑的一个空间啊 在墓园里面寻找黄妈妈 是因为我觉得我要解决信徒的困难 可是后半段路呢 我忽然觉得他们没跟上来的时候啊 居然所有的恐惧 在那个空间当中涌上心头 同样一个地点 同样都是我的角色 同样一件事情 可是却让我在瞬间呢 有了天壤之别的一个心情 这个不就是师傅所说的 三界唯心万法唯事 所有外界的一切现象 都是我们自信演化而来的 所以你想在天堂 还是想在地狱 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啦 那接下来我们要谈的呢 是下一个题目啊 师傅在谈地狱到底在哪里 师傅说地狱就在地狱的地方 真正的地狱呢 是在我们的心里 师傅说当我们心里生起愚痴无名 当我们的心里生起仇恨嫉妒 当我们的心里生起自私自利贪嗔愚痴的时候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心里啊 就在地狱里面煎熬 所以师傅下了一个重要的注解 他说地狱其实就是我们自信妄念照作而来的 我一直觉得佛教讲六道呢 是我们六种在生活当中经常出现的性格啊 比如说畜生 畜生在干嘛 畜生就是不断的在为自己的生存 不断的为自己的生存在做努力 你看那个畜生只要一个不小心动物 就会被其他的野兽呢吃掉 所以他们随时都在警觉着 那地狱啊地狱是什么性格 地狱在很多经典里面形容的很恐怖 我印象中有一个地狱呢叫做巨石地狱 就是有很多大的石头在那个空间里面滚来滚去 一旦压到你啊你就死去 这个死去呢代表我们痛苦自己 同样的巨石滚来滚去代表 我们常在同样的事情上面招惹痛苦 你看我们在生活当中 我们是不是常换了场景换了对象 但我们犯了一样的问题 发一样的脾气 一样的傲慢在处理所有的事情 只是从场景A换到场景B罢了 那为什么我们会重复受苦 受一样的苦 其实因为妄念不失啊 就是我们妄念一直执着着 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从受苦的过程当中 觉察我们的称心 我们的傲慢 或者是我们的愚痴 举例来说我们老是自以为是 走到哪里呢都自以为是 处理什么事情都自以为是 等到犯了错哭天抢地啊 那个狱主在你耳朵旁边吹了一口气 狱主就像你的那些 看起来像好朋友 其实对你没帮助的人 吹了一口气告诉你说哎呀不全然是你的错啦 你也尽力了啦 那个时候你少了一个机会如何 痛到非得觉醒不可的机会 所以你下次依然受苦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人间地狱啦 而且这个地狱呢还不止你受苦 在人间的地狱啊除了你受苦之外 你还连带着带着你身边的人一起受苦 所以师父就讲说 地狱是我们自心的妄念造作出来的 假使你不去调整你这个妄心啊 你就经常的会让自己 甚至你的亲朋好友 连带的一起在这个地狱里面受苦 接着我们谈到师父提到劝发菩提新闻里面的一句话 叫做金刚飞奸愿力最强 师父说愿力就像大船一样啊 再大的石头放在船上 也可以安然度过生死大海 那个石头就像我们生命的任务一样 愿力就像大船 可以承载着我们的这些责任任务啊 安然的在我们的这一生的生死大海当中顺利的走过 所以我们的愿力有多强 我们的力量就有多大 我们常说神通抵不过业力 但是业力抵不过愿力 愿力是什么 愿力就是我们修行的目标 成就的动力 想要成就的动力 所以当你愿力一出来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克服业力对你的障碍 愿力就是我们管理学 用社会上的语言来说 就是目标管理 你在修行的路上要给自己一个方向 一个目标产生一个使命 为什么修行路上需要愿力 因为修行的路上 我们常会遇到障碍 我们自己也会怀疑 甚至会遇到种种的挑战 所以六度里面有一个精进 它不只是要我们不断的练习 而是要我们永不放弃 这个永不放弃需要的是什么 需要的就是愿力 你永不放弃 你还知道你永不放弃要往哪里去 那个往哪里去就是发愿 发愿之后产生的力量就让我们永不放弃 我们常说小愿小成大愿大成 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可以给自己一些愿 譬如说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想要学习反观制造 看到自己傲慢 反观制造这个傲慢 这个愿不大 但要流入生活当中的每一个小细节去宽照 譬如你发了这个愿之后 有一天你跟朋友在聊天 朋友说这个周末我们去看金城武的那一部 什么电影好不好 那一部电影刻画的好深入 我们周末去看 可是你想也不想 马上就反映你说什么 你就说那个没有什么好看 我们看一些有文化水平的 不然浪费我们的生命 这个时候当然意见不合 现场就有点尴尬 可是你讲完了 你要马上记得 哎呀我发过一个愿 要关照我自己是不是傲慢 所以你马上反观制造 问问自己说 我这个朋友所说的这部电影 我有看过吗 我真的了解他不深入吗 他没有文化水平吗 还是我只是傲慢的想表达 我有多懂 我还知道有一部电影 也是不错看的 我真的懂吗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就在做一件事叫做行愿 行愿就是实践你所发的愿 这个过程就是修行 我们只有透过行愿 才会从意理化为真实 什么真实 真实的让意理对你的生命产生作用 所以一旦你改变 你会得到一个真实的利益 就是你也会让身边的人得到幸福快乐 所以你看你行愿 你可以让你身边的人得到幸福快乐 因为你改变了嘛 你不傲慢了 可是如果你堕入到地狱当中 念头这个妄念一直起 你会让你跟你的朋友 都堕入到哪里 堕入到地狱里面去受苦 所以其实修行菩萨道不只想到自己 还要想到别人 所以当你自己成就的时候呢 你也福利了你身边所有的人 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的是 师父在佛法正义里面提到 《阿弥陀经》是释迦牟尼佛主动对大众 述说极乐世界的一部殊胜的经典 他提到只要我们在当代生活里面 遵照佛陀的指示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与人相处和谐 对人包容尊重 勤劳精进 以自己的专长来服务大众 济世利人 好好的发心利愿 将来都能够到极乐世界去 中间讲的这个部分呢 都是方法 做好事 说好话 存好心 与人相处和谐 对人包容尊重 极乐呢 是一个无法形容的快乐 无法形容 所以他用极乐两个字来形容 其实他是一种无所束缚 无所障碍的自在欢喜 其实极乐世界是由自己亲手打造 那怎么打造呢 就是师父刚刚所说的 遵照佛陀的指示 靠着什么 靠着三好运动实践的打造 靠着与人和谐相处的学习 靠着对人包容尊重 靠着精进勤劳 以自己的专场来服务大众 这所作所为呢 其实都在练习一件事情 叫做缩小执着的自我 你看我们要服务大众 我们举例来说 我们在服务的过程当中 遇到你不投缘的人 你要服务吗 我们在行堂的过程当中 看到这一个人 看到那一个人 有人跟我比较好 有人跟我比较不好 我们还是要平等对待嘛 这个叫行堂的一个原则嘛 为什么 因为我们在练习平等心 不管怨亲 我们给他的饭菜都是一样的 所以在服务大众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就学习了一件事叫一视同仁 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修炼了无我 这个无我的过程 其实就在一步一步的打造 属于自己的极乐世界 你成就了一点点 你就打造了一点点的极乐净土 你不断的精进努力 总有一天 你会发现自己无时不快乐 无时不自在 那就是什么 那就是极乐世界的现前 那谈到佛教啊 它是一个包容的宗教 师父对这个包容有具体的落实 譬如说他办了联合宗教的祈福法会 他办了神明联谊会在佛罗基涅馆 他说人可以拜佛 神明也可以到佛殿礼佛 天龙八部 关公 委陀都是佛教的护法 而妈祖呢 是佛教徒 当然也可以成为佛教的护法 所以师父觉得在这不同的宗教的 互相彼此的互动啊 大家都要学习互相尊重包容 集合各宗教的力量 朝向世界和平共同努力 所有的宗教 所有的信仰原则上 在某种程度上对人类都会有正向的帮助 但除了那一些特殊的宗教 譬如说那些宗教只说自己好 或者是呢 他要你只相信他 不去信别人 你没有其他的选择 其实那就是不值得你去 亲近的宗教跟信仰 我们从一些正信的信仰来说啊 我们谈谈道教 他说什么 他说道可道非常道 他在一开始的时候破题 他就说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自然 天啊 这一个字呢 当时对人类来说是探究不了的 为什么 因为没有飞机可以飞到空中 没有太空说可以再往回看回来 所以当时的人类觉得 这所有世间运转的秘密就在天 但老子呢 当时的智慧 并没有这样子就打住 他把这个秘密引导到两个字叫自然 这个自然不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大自然 而是自然而然 讲到这里 各位有没有觉得 自然而然这四个字 跟佛教的什么很像 其实就是缘起 可是依老子当时的研究跟体证呢 他还没有办法体悟出缘起法 这样子的逻辑跟法义 所以他就用了一个自然来取代 所以我们从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啊 只要是正信的宗教 大家彼此互相包容 就如同观世音菩萨一样 他应以合身得度者 极限合身的为之说法 有时候其他的宗教信仰呢 也是一种方便 所以大师他就讲说一个人呢 可以不止一种信仰 可以有两个信仰 这是一种慈悲的方便 至少我们先止二 未来有机会呢 再从佛教的意理 透彻了解之后 向善 甚至让自己得到解脱 跟自在快乐 那么在佛教里面呢 除了这些护法之外 经典里面呢 也提到天龙八部 师父就解释天龙八部是 形容福报大 得望高的天人 是龙神 夜鬼叉 钱达阿婆 阿修罗 加罗罗 吉纳罗 等等 以现代的语言来说 他们就是护法的地方士生 各界的专家代表 我觉得这个诠释啊 破除了我们对这些人的一种迷思 大师他其实曾经又深入的解释 他说天龙八部其实就是八种种族的人 而这些人啊 这些种族呢 他们一生啊 整个部落 整个种族都护持佛法 相信佛法 以佛法为他们思想的依规 因此佛教的经典呢 特别就把他们记录下来 在很多佛陀说法的圣会上 他们都会出现 而菩萨是什么 菩萨其实不是飞天遁地 展现神通的神 其实我们可以用 现代的语言来说 菩萨就是实践佛法 为生命的目标 这样子的一个修行人 我们就称之为菩萨 所以我们现在在寺庙里面 不是都这样尊称对方吗 那你会问说 那不管是天龙八部 或者是菩萨 那他们的神通又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常常在经典里面 提到这些菩萨都具有不同的神通 那么其实呢 不管是天龙八部或者是菩萨 他们信奉佛法实践佛法 把这些佛教的意理 深刻的实践在生活当中之后 自然就可以得到一种神奇的通达无碍 自在对应的一些生活方便 这个神奇的通达无碍 神通这两个字 就是从这边而来 所以神通其实不是他会飞天遁地 而是他在生活当中别人认为困难的 不好相处的这些对象呢 他就可以自然的去应对 其实这个相对来说 对我们来说 他好像有神通力般的 这些难搞的人他都能够调伏他们 真的是了不起啊 其实这个就是神通 那至于他为什么能够调伏 能够搞得定他们 其实就是他们在意理上通达 他们将佛法在生活当中 深刻的实践所得到的一些功德利益 所以他们就能够在生活当中自在快乐 接着这些用词呢 佛经里面还有一个说法叫做 佛陀曾经割肉胃荫跟舍身四虎 那师父就讲啊 他说你不要因为佛陀曾经割肉胃荫跟舍身四虎 你就真的到寿山动物园里面去 跳到狮子的笼子里面去 要实践佛陀舍身胃虎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 师父说这是太愚蠢了 为什么 师父说这样子的行为是太愚蠢 他的意思是这是一种佛陀牺牲的精神的强调 这是一种强调佛陀他具有慈悲跟愿力 而不是真的我们要这样子去实践 师父说这样子太神话了 显得不尽人情反而有损佛陀的圣德 把佛教呢太神话或把佛陀太神话 有两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佛教起源于印度然后开展于中国 在这两个古文明的历史发展过程当中 刚好这两个国度呢都是善于辟域的国度 所以也刚好因为这样子 所以在佛教的发展过程当中 佛教的意理呢非常的深广 很难用直接的文字去指涉那个内容 所以他们只好用很多的辟域去表达一些境界的诠释 他们希望我们透过这些故事的想象 贴近于经典里面想要指涉的对象 以割肉未因跟蛇身为虎 简单的来说其实经典想形容的就是 一般人很难做到的事 这个就让我想到大师他说过一个故事啊 有一次他当选某个团体的理事长 当大家都鼓掌啊 然后恭请他坐到主席的位置去的时候 现场有几位反对人士就站起来啊 大声疾呼 认为这一次的选举是不合法的 你应该要退位 马上又下台 让第二顺位的人能够当选 因为这几个人想要操弄的就是那个 第二顺位的人要当选 大师怎么办啊 他被大家鼓掌 然后好不容易坐到主席台去了 这个时候啊 变成鼓掌又欢迎另外一个主席上去 他却必须要从主席台又走回他自己的位置 大师形容说 这段路啊真的好远 从主席台再走回自己的位置的时候好远 这个情景一般人怎么接受得了 但是大师心里就一个念头 既然你们希望别人当 那我就下来吧 师父就从那个位置又走下来 这样子的一个层次呢 在佛教的义礼来说 其实就是无声乏人 这个无声乏人就是什么 就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 就是经典里面想要去批语的什么 割肉未因舍身未腐 所以我们读经学佛呢 很多义礼啊要用生命去体会 而不是在志向上去执着 那才是我们学佛应该要有的态度 回到学佛呢 我们会谈到很根本的一个叫六根 六根就是眼耳鼻舌生意啊 师父他形容说 这就像是村庄里面住的六个人 但平时是由心来领导其各师其子 师父用领导这两个字啊 是这个段落的关键 然后各自发挥其共用 这个六根呢 是我们认识世界的作用 新经讲无言耳鼻舌生意 六根就是我们认识世间的作用 为什么新经又讲 无言耳鼻舌生意 这个无啊不是没有 他强调的是 我们必然透过这些六根 跟外界接触啊 但重点是师父讲了领导两个字 你是被六根领导的话呢 你就是受六根的束缚 局限跟控制 你是领导六根 变成我们跟外界适当往来的管道 就是新经所说的 无言耳鼻舌生意 这个无就是超越的意思 言耳鼻舌生意 指的是我们这个六根 对我们产生束缚控制跟局限 而这个无就是超越了这些束缚控制跟局限 就是回到师父所说的领导六根 变成我们与外界适当往来的管道 所以六根可以让我们分辨 可以让我们照做执着 也可以让我们解脱 所以师父讲的这领导两个字呢 是相当重要的 师父在开示的过程当中 常提到十修歌 那十修歌的内容是什么呢 一修仍我不计较 二修彼此不比较 三修处事有礼貌 四修见人要微笑 五修吃亏不要紧 六修待人要厚道 七修心内无烦恼 八修口中多说好 九修所交皆君子 十修大家成佛道 若是人人能实修 佛国净土乐逍遥 其实第一点呢 第一修啊 师父就点出了 从人我中去修无我 这个就是刚刚我们在 极乐世界的修行法门里面提到 师父说佛陀给我们的方法 其实就是要去破除 那个自我的无限放大 师父的第一修 人我不计较 就是要修无我 人间佛教就是修行在人间 那人间在哪里 其实最难修的就是 人与人之间 在人我之间修无我的境界 那要怎么修 从第二修彼此不比较做起 无我之后你会懂得 师父的你对我错 你有我无 你大我小 你乐我苦 处处有礼貌的 以他人为着想 做出种种的形式啊 自然我们就懂得见人要微笑 那是真诚的微笑 是希望你好的微笑 有了这个真诚的微笑之后 接下来一个对内修 一个对外修 眼前看起来是吃亏啊 但在意理上呢 你就练就了一身平等观 你才能做到什么 虽然吃亏 但是不要紧 一旦有了这样子的功夫 对外 刚刚说一个对内一个对外 对外对人就能够厚道 不会算尽一切 想要怎么样子为自己争取利益 你会开始圆融 会开始方便善巧 因为计较只是让自己更痛苦 到了这个程度 我们内心自然就会少烦少脑 自然而然的呢 所说的话都是好话 善美的话 赞叹的话 也因为这样子 你就会自然的身边 开始汇集诸上善人 自然我们当下就是极乐净土 当然就会乐逍遥 所以大师的实修歌不是口号 它是经典师父透过生命的 深入浅出之后 有效修行的一种次第 大家如果能够依此练习 自然生活乐逍遥 师父也曾经在开示的过程当中提过 我们每一个人要有三个家庭 第一个是设身归属之家 第二个是会命之家 第三个是解脱之家 设身归属之家 就是我们那个有行的家 要花钱去买的那个家 晚上回家的家 组织起来的家庭的家 避风港的家 那会命之家呢 是我们信仰上法身的家 那解脱之家是让我们安住身心 残阅法喜的家 这三个家有没有先后 有没有大小 没有 这三个家其实呢 我们都要顾好 以设身归属之家呢 是让我们学习会命之家 找到解脱之家的场域 为什么这样说 为什么说会命之家 是在设身归属之家 努力的去练习学习 很多信徒他就讲说 我们就是没有福报出家 今天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 可是各位佛光人你们想想 如果我们不愿意面对烦恼 就是来出家 我们也是带着烦恼来出家 确实在一般我们设身归属之家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比较多元 我们自己的身份 也是很丰富的堆叠 有时候是别人的小孩 有时候是别人的爸妈 有时候你又像导师 有时候你又像跟小孩子 又像必须要像一个朋友一样 有时候转过来 我们要跟孩子学习 其实这个都需要心态改变念头转换 才能够如法的应对 而心态的改变念头的转换呢 不是口头说说 而是需要方法 方法在哪里 方法就是四圣地里面的道地 就是方法 这个方法呢 在会命之家寻找 然后回到我们的设身归属之家练习 我们在会命之家寻找 我们在我们归翼的道场里面学习 怎么学习 我们经常去亲近 我们听到一句话 一个观念 或者是墙上的一句法语 我们有所体会 这个体会就可以拿回家里 当作是一个方法 用对的方法 再加上永不放弃的努力 那我们自然而然就能够安住在哪一个家 安住在解脱之家 当你安住在解脱之家的时候 你人在哪里 你还是在设身归属之家 你哪里都没去啊 但是你已经学会了佛陀的方法 就像《唯摩尔截经》里面一样 用脚触碰一下大地 整个世界微风吹动 然后庄严无比 你从来也没有离开过山还是山 只是我们以前用烦恼之眼 来看待这个事件 那现在用清静智慧之眼 找到了它的真实的面目 而且懂得怎么去应对跟面对 在经典里面有一部修行上 也很重要的经叫《八大人觉经》 这个是我们佛黄山的途中 客颂的必要选项之一 它里面有一句话叫做 世间无常国土为萃 人生在世随时都有不可预测的危机出现 就像现在的疫情 你很难想象原来我们跟死亡 是这么近的距离 所以师父他在这一句话里面 他就提醒我们 因此人要有危机意识 才能够安然生存在天地之间 所以这个危机意识是整句话的关键 我们看到世间无常国土为萃 但你没有生起危机意识 其实没有用 有危机意识就是意识到眼前是危机 那是一种觉察 眼前是一种危机 所以我们可能会也走入了危险当中 其实意识到眼前是危机 这已经是很大的功夫 世间确实微脆 刚所说这次的疫情 其实让我们体会到原来死亡离我们那么近 我们这次看到从发烧不舒服 骑着车到医院的路上 病人就会不知倒地 到院前死亡 这完全是在世间无常 看到这些 我们这些新闻的听众或观众 我们会意识到危机吗 我们永远看新闻 觉得那个叫做故事 那是别人可怜的故事 叫story 只有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 才叫做事故 当你看到故事 知道这也是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故 其实那就是危机意识 就是意识到 现在我们已经处在危机当中 当我们看到这些疫情灾情 我们会希望得救 而这个得救的想法呢 会让我们对于信仰产生的需求 为什么 因为动荡之间呢 也只有信仰 才能够让我们有正确的态度 跟观念去面对 才能安然生存在天地之间 也就是师父所说的 有危机意识才能安然生存 与天地之间 以上十一个佛法争议 在线上空中跟大家分享